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大家先放下主权的争议 先合作开发钓鱼台海域的资源 其他的事情呢 以后再慢慢透过谈判和平解决咯 不少知名的国际媒体和学者 也很支持马总统的东海和平倡议 认为搁置争议、资源共享 是处理钓鱼台猎鱼争议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于1956年所创立的 国际国民外交协会 在2014年9月特别授予马总统艾森豪和平奖章 以表彰他提出东海和平倡议 对区域及世界和平的卓越贡献呢 做办法确实不错啦 因为战争和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啦 没错 中华民国和日本在2013年签署的 台日渔业协议 就是实践东海和平倡议的初步成果 在台日渔业协议签议后 台湾渔民在钓鱼台周边 可以捕鱼的作业海域增加了4530平方公里 渔民鱼货量大增 台湾和日本在当地海域的冲突也少了很多 我们渔民可以捕鱼的地方变大了 但我们还是希望以后有办法到钓鱼台去看看 台日渔业协议并没有涉及双方 对于钓鱼台猎鱼的主权主张啊 签订台日渔业协议可以说是主权未让步 鱼权大进步 政府不是牺牲主权来换取鱼权的哦 而且会继续捍卫主权保护鱼权 爷爷说不定您还有机会去钓鱼台走一走哦 我看不容易咯 我都八十岁了啦 不过我还是希望政府和你们年轻人继续努力 钓鱼台猎鱼的主权哦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啦 爷爷 南天宫的金妈祖会保佑我们的 我们会努力带你去一趟钓鱼台 好好好 嗯没错 马总统的东海和平倡议是解决钓鱼台争议的好办法 希望东海可以成为和平与合作之海